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做一下突解大盘 那么像今天盘面呢,依旧比较强 白骨涨停,铺涨 那么反弹还能否延续 那么这个位置还适不适合把握买点 首先的话呢,从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 还是比较吻合咱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推演 以及呢,主观的一个倾向 什么呢,从2863 这在五分钟线转上,五分钟线转下 那么在昨天早盘 包括呢,在前天 包括呢,在上周 咱们的反复讲到的一个级点 就是预设和把握五分钟级别的二点买点 那么当前的话,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线转上 这个五分钟线转上呢 已经摸了一下前面高点 摸一下前面高点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后面的一个级点 从五分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重点观察的是 这一段上涨肯定是从五分钟的二买 然后呢,观察转化为一卖的可能 这个转化一卖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五分钟的线转上 最终和他相比是否触发被迟 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低吸高抛的节奏点 那么等他再给一个五分钟线转回落 逐渐一个五分钟中枢 那么一个五分钟线转回落 一个一分钟主持类型下 对应的就是下一个节奏点 这是从五分钟级别 那么细节是这一段的反弹 从一分钟上面来看 从五分钟的次级别 来看他有没有走完 有没有被迟呢 那么用什么视角来去跟踪呢 我们再用一分钟来去看 用一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就非常简单了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他是从2957 涨到当前这个位置 他的一个节奏点的话呢 其实还是目前位置表达的还算比较强 这个强体验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处理成一个 一分钟中枢的 好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一个秒级别的中枢 也就是说呢 当前的一分钟盘整上 那么这个一分钟盘整上的话呢 它的相上和前面相比较来讲呢 并没有被迟 但是呢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当前的一个跟踪节奏点的话呢 那么从推演的视角来讲 一 我们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一分钟的奔走中枢 奔走中枢的话呢 后面如果一分钟的 限段回落 是缓跌的方式 那么呢 不破这个中枢 它完全可以组建第二个一分钟枢 而后呢 再往上 但是呢 第二个一分钟的中枢 就一旦组建完成 一旦在网上除下被迟 那么一分钟的上下反弹 随时可结束 然而五分钟 限定上随时可结束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另外一种 从超短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就可以把今天冲高回落的低廉 就是这个秒级别的 一分钟的 一分钟的比中枢 秒级别的中枢 作为一个观照基点 如果说快速 跌破的话呢 最起码 那么前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 进场的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要 做一个利润保护的处理 利润保护的处理的话呢 那么后面呢 是缓跌的方式 那么只是低期高抛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就是属于一分钟 如果说呢 快速的把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 秒级别的 中枢平台给跌破 跌破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一个超短下的 有防满有强转弱 那么呢 如果说呢 当前从下午盘的视角来讲 连这个秒级别的中枢 都不能跌破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期待 它走横墙的一个表达 但是这里面的细节呢 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看 像今天给出这种 秒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那么秒级别的中枢 在什么 哪一个节点呢 中枢下野 在3075 那么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呢 是3070 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可以把 3070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超短的强弱分界 如果说呢 以一分钟的 因为当期它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只是存在是秒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辈子 就是从 一分钟的比来讲 这个位置和前面 陈叶被迟的节点 但是呢 如果说它是以这种秒级别的 嗯 就是一分钟 比的一种视角的话呢 用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 那么中枢的下沿 3075 也就是说呢 下午盘 或者接下来观察什么呢 如果说震荡不破3075 那么还能够期待 以中枢 以比中枢的延伸 升级第二个一分的注输 甚至呢 还能够在网上看一看 但是再往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就一定要找卖点为主了 如果说呢 快速的破了 3075 反抽比较弱 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 那么就要做一个短线的一个 减持的一个处理 而后的话呢 再观察一分钟 30来点是否触发 成功 好 意思说呢 最一个总结就是五分钟 走势五分钟反弹 走势呢 当前是属于未完成 接下来的话呢 是属于五分钟 中枢组件的过程 那么一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况 是一分钟攀成上午被磁 但是呢 一分钟的次级别 秒级别上面来讲 当前是 当前是有这种一个 被磁的一个节点 被磁的节点的话呢 如果接下来 以一个一分钟 比中枢 秒级别的中枢的低点 3075的位置 作为一个强热分界 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的话呢 还保持很强的一种状态 一旦快速踢破3075 那么呢 最起码它可能会有一个 一分钟的线段下的 这样的一个回落 一分钟线段下呢 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回落之后 可能还会有一个 相当反处的动作 这就是从五分钟到一分钟 甚至到秒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 推演和处理的一个过程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那么从交易的一个层面来讲 这个位置首先不建议 就那五分钟的 二人的卖点之后的话呢 那么用五分钟 现在的视角来讲 在网上一定是观察 找 这是DC 后面在网上肯定是 当前这个节点的 以找这样的一个短线 根据不同的个股的表现 那么呢 以找这样的一个利润保护 找这样的卖点为主 那么至于说 这个位置还能不能迟 先用什么最小级别的 就是呢 用一分钟的 比中枢 秒级别的 这样的中枢下沿 作为一个分界 来进行关照即可 好 这咱们今天推演的内容 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